大家好,我是五仔 今天找到我梁先生 你現在除了是軍事專家之外 還是樓市專家 樓市淡友 樓市末日論 末日論 末日博士 厲害了 今天會和大家分析一下內地的樓價 如何拖累香港 好啊 先說,有些人就說 五仔這些垃圾買不到樓 每天都在唱淡 我接著就回覆他 說不是開玩笑 你有沒有聽清楚我的分析財經 很多人都是 真的,很多人會開心 因為樓市唱淡而開心 但事實上 我想說這些是民生的問題 沒錯 我是不是買不起房子 我就告訴你 如果香港有錢可以買其他的資產 例如一些基金轉移 你可以用一半的價錢 租了他那間 譬如你用三百萬元 每個月夠了價錢 你用價錢租六百萬元 你仍然有錢 你用錢是要聰明的 所以有些人說不喜歡買樓 我寧願租樓 我用租樓的數字去計算 我供那層樓的年份 我隨時同樣地都買不到那層樓 是啊 其實有些人就說我為什麼要買 有些人根本是供層樓租給別人的 而別人的租不是他每個月都來上班 他本身那塊錢都來收息 那塊錢都來租你那層樓 我問我賣不賣得起 始終家裡也有物業 難道我自己唱淡自己家裡的家產嗎 是不是 我講就是 有那句又講那句 跟大家分析一下 什麼時候抵賣 什麼時候不抵賣 是不是 這次請到梁先生回來 又說回現在的樓價 你現在逛街 逛街到去見到什麼 今天我過來和你做節目的時候 走過樓下的地產店 我見到 就像你所說 昨天我們在說那些 劈價又劈價貼到滿張紙 這個就厲害了 我看他把紙插到花了 我看不到他寫什麼 不斷減 不斷減 差不多六百萬那層樓 不斷減那些字 去到四字了嗎 接近的了 五零零 差不多要劈了八萬 都依然還沒買得出 最嚴重的是哪些呢 我看到就是唐樓 唐樓是 恐慌式拋售 其實也是 尤其是 我早幾年 早幾年 我都覺得 可能我住過那區 油尖旺區 依然還有很多人 都願意住舊樓 住唐樓 沒有升降機的樓 我自己也住過好幾年 當然 我最後也受不了 都要搬 現在你住得挺好的 是嗎 風水不得了 風水好奇 好啊 大國咀的頭 是大國咀的頭 是豪宅區 不是豪宅區 隔壁開的新樓是挺漂亮的 沒錯 但是唐樓現在吸引力是很低的 一來環境衛生 其實這是很重要的 二來就是 我也不想走這麼多層樓梯 每天走上走路 天時金義 下去買個包吃 整身汗的回到家 然後又說 忘記了 又要買些東西 走下去 真的很辛苦 業主才好笑 他現在不斷砍 還有少許蒙人摺火棒 就是寫什麼呢 怎樣 劏我六間連租約 是 快點 馬上收息 你問我 你問我 我用這個例子 我相信他的價錢 其實總是有得賺的 我那時候租唐樓 那個業主 我問他 他入手的時候是多少錢 他大概是 二百美三百頭 嗯哼 他現在說 我剛才跟你說 五百萬 五百萬的價錢 賺 還有兩百萬 是的 還可以收拾 還可以跌 其實你說 可能有很多人說 你們兩個人常常在唱淡樓市 不是唱淡 那件事是你本身的物價已經是高過農 是的 我想他回復正常水平也不行 你沒理由 是的 在這裡慫恿地產商 因為我知道為什麼 一定有人拿了貨 當然是 當然是 我想說 他們現在的唐樓 五百萬 為什麼貴呢 你在大埔看看那些圓景 說過千尺 是千頭萬 千一二萬 香港來說算是中價樓 但是過千尺 其實是相當豪宅的感覺 是的 我經常說這些樓 一兩間這些唐樓 換一層這些漂亮的樓 但是不值 他純粹就是值 因為他有劏 因為香港政府 現在就來 爺爺說要打擊 他們收到風 就趕快想看誰接我火棒 說真的 你雖然貼到這樣 就像梁先生所說 還可以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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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沒得跌 你問我 當然又說有消息 你可能那裡去建鐵路 各樣的區 會不會上升 那些又不用 其實樓市 會隨著市場的需求量 而調整 這個我明白 自由市場 市場去來定價格 我也明白 但是 它現在是過了火位 大家是負擔不起 又要搶手 負擔不起的時候 你不用想到跌到沙斯 幾十萬 我不是想著那一隻 現在 譬如你說九成案揭 兩夫妻出來 三十萬 是首期的 然後每人夾十五萬 你不會說拿不到出來 這是合理的 你一層樓三百多萬 就是合理的 但是如果你說到四百多萬 才是八多呎房子 或者到現在六百萬 說到六百萬才是二百呎房子 那就不行了 這些就離譜了 認真一句 你剛才說的那些 千頭萬 一千萬鬆一點 在那些 其實在舊時來說叫豪宅 那簡直是豪宅區 豪宅 要豪宅價錢 五六百萬已經是中級了 現在你說的可能是七八呎 六百多七八呎 又五六八萬 又五六八萬正常 現在是說五六八萬住在劏房子 是啊 港島區北角那些 是啊 所以你問人納米樓 納米樓那些農藏盤 你問我怎麼搞 你問我就絕對不贊同有這些價錢 是啊 希望爺爺都可以整治 好像說收到消息 你就是看到大陸那邊也跌倒了 是啊 其實這個風潮 我相信又是席捲全中國的 其實之前大家都知道 又有那些二手價限價 不可以又太高又不可以太低 看到一宗新聞 深圳那邊 劈了五百萬都賣不出 哇 香港剛才我們說的 劈了八萬都賣不出 是啊 深圳劈了五百萬都賣不出 為什麼呢 還不是說那些什麼二三線 不是說二三線 是名校區 哇 名校區就是九龍塘那些 是啊 最貴的位置 是啊 說到整件事就是深圳二手價成交 這個暴跌八成 深圳樓市一夜之間跌至冰點 哇 真是很恐怖 是經濟日報說的 是啊 經濟一周說的 沒錯 是冰點 是啊 他說內地連打壓樓市新樓二手市房一片死直 近日網路上有消息說 深圳龍華區一城中心的德幼門店 有老闆拖人工資 這些是內地的地產 沒有錢稍稅出不到薪金給員工 其實已經不是新聞了 除了昨天說的恆大 已經大有大死 小有小死 另外之前 大陸上又搞學區房 就像我所說的那些近學校附近的周圍的大校 名校區 名校區全部的樓價都要管制 是啊 現在說到 深圳上面有部份名校區的樓價 出現懸崖式的下跌 懸崖式 懸崖式的下跌是什麼一個概念呢 即是它直插的 直插沒有水花 是啊 直插沒有水花 但是說到依然是沒有成交的 惹你也傻了 是啊 我們看看 大陸的疫症的人 先不說他們是不是窮過鬼 本身的環境 但氣候環境也不好 價格這麼下跌 我也不敢願意 立刻買東西 何況現在明知道 大家都在炒價的時候 是啊 真是嚇死人 我們看看 剛才說一下怎樣大劈價都沒有人接 就說深圳香蜜湖區豪宅 學區房一前 以不足兩千萬人民幣拍賣 調市價二千五百萬 水平大幅劈價五百萬 都依然沒有人驚討 其實是減了成 這個是兩成 跌兩成 他說到 二千五百萬 我減了五百萬 去到二千萬 都沒有人接火棒 那不就像香港那些 六百萬的樓 跌到五百萬 就差不多兩成了 是啊 真是深緊扣 深緊扣 其實現在 我猜他可能要見一字 才有人接 這些貨 說到現在二手市場 或者深圳樓市櫻 是私環片野的 私環片野 之前就說 每個人都仆著來買 仆著來炒 現在的現象是反過來 沒有人敢買 沒有人敢買 又有很多人想賣 是 這次真的冰點 真是九雲2024年 現在轉九雲 八雲地雲 中國地雲八雲轉九雲 2024年真是人人業主 蘇師傅說 我覺得我們香港小神童 蘇文峰 經常講地雲 什麼時候入手 樓價 什麼時候會跌 一番獨到的見解 他是厲害的 蘇文峰說 他是跟人看風水然後炒樓起家 他之前說有幾個十個物業還是舖位 當然是沽了 不知道沽剩一兩間 現在都沽了 曾志偉那些沽了 正常的 這些家族不走 什麼時候走 大家都知道 股價 一定有高 一定有低 什麼時候高 什麼時候低 現在就對 要走就走就走 對 我覺得現在是時候回一回氣 深圳樓市跌到冰點 當然是私環遍野 有樓盤銷售員說 新盤最近推出的樓盤 賣到的都是30%左右 非常之慢 相比之下 去年深圳新樓總成交量4.5萬圖 差不多近來5萬 創五年新高 但是近期多過入市的樓盤 就算是比較近 一線位 安保區這些 保安區 保安區這些都已經很弱 計算 今年7月 這個新建商品房成交只有4千多套 只剩下10分1 對 相比紅旗真的跌到媽媽都不認得 人家去年那個是4萬5 現在是4千4 其實我們可以看看 為什麼會跌 一來 當然他們的政策上的規範 價錢的問題 另一件事就是 只是不停推地出來 不停推地出來 都是這個供求問題 你沒有地 我團職居期 很多地產商 香港的地產商通常都是這樣 我不停操地 接著 到市場上差不多沒什麼地 我就拿來棄樓 然後就賣貴一點點 形成一個現象就是 好像一些飢餓政策一樣 令到人們覺得 糟了 又有樓盤出了 正了 要買了 全排隊 全排隊 當然不是買樓花那些 而是真的很多地產商都用這個資料 上面現在用的政策就是不停操地 我用政策去令你的樓價不要太刺激 我不停操地 自自然而就會有機會多一些新樓 當然有些人說 我給你一幅地 起碼都沒有這麼快 三五七年後才能建出樓 如果同時間有多很多福地 比你三五七年後不停很多樓建出來的時候 單位自然多了 樓價值自然而一定會回落 還有如果有這些消息之後 你會不會馬上上車 不會的 不會的 簡單買電話而已 你吃炒價 跟你說 現在不夠貨 吃炒價你吃不吃 現在就是吃炒價 現在的樓價 跟你說半個月後 我有大貨回來 不用吃炒價 你等不等這半個月 那又不是必須的 有屋住的 一部電話七千元 不要啊五千元 現在吃炒價14000 半個月後可以跌下去 你等不等 七千元 其實這些事情都是很正常的 當然有很多時候自由市場就是這樣 大股大的地產商 被割了很多地 之後 不停地去存地 所以中央早前都是找這些香港的地產商去做這些事情 即是說你儲存了一些地 我說他要扔他的胸口 你把地盤扔出來 怎樣都要 即是可能說 就算中央扔夠錢出來 叫你幫忙發展也好 各樣那樣 麻煩 我要多一點屋 多一點屋 地在你那裡 你給我多一點屋 令到市場的氣溫不是刺激 而是說感覺上 你供應多了之後 那個樓價自然會慢慢調整 合理一下 合理回落 很多人說我們男友其實是 因為我自己覺得 香港近年就是過分失平衡 他所謂的自由市場 又市場主導 過分到有點難聽說 他有距離 任他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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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任大地產商 你們買了這些地 然後你喜歡蓋三萬元一呎 四萬元一呎都有 譬如說 上面說 九萬元一坪 九萬元一坪 即是九千元一呎 你和香港的樓價 真的是餐飲共地 即是我們說話 就是以民為本 即是認識一些有錢的 你看看香港的樓 嘩跌嘩跌 又是升 他自己拿著兩間 三萬多元一呎 但有些沒有貨在手 你覺得合理嗎 樓本身是這樣用嗎 人本身也要有個有瓦遮頭的地方 為何會搞到這麼瘋 我們真的想這件事說出來 而看到中央那邊 其實也是有心搞的 無謂唱反調 這些事情 大家有好處 差不多 我可以說多一點 接下來 施政報告那裏 預計應該會更多土地 更多樓價 是嗎 有說北區的 要不要留下施政報告才說 因為這影片是稍後才出的 是的 我知道 希望如果跟大陸 又可以用同一條 令到多些土地的供應 或者房屋的供應 令到這個樓價 或者香港的樓價 那個次數程度 減低之後 希望會真的改善 其實另一件事 就是如何改善劏房的問題 之前我們的駱惠寧主任 都說到要搞一搞一些劏房 那是不是要做一個管制呢 因為其實 五千元 你說五千元 很多人都未必住得起 在窮人來說 劏房五千元 是的 未必住得起 只不過在一間屋 現在說一萬多元租的情況下 叫做好一點 好過一點 你人多就住不起 你養幾個 一有老婆 有子女就住不起 你一個人五千元都住不起 你上班就住得起 是 有事做就住得起 或者可能要想多些辦法 租務管制 或者用多的公屋的興建 去幫一些比較低收入 我見很多留言 很多窮人都要想 都要住的 不只是有錢人 你們上了車的才留意樓價 住完之後 堆住屋 人家說 應該做過空置稅 對 然後又各自了 對 我覺得空置稅 其實很老實 我們之前這樣說 最好在那副身家裡 按身家比例去抽稅 你空置稅 一間屋有多少錢 我給你打稅有多少錢 對 如果我本身可以買得起幾間屋 放在那裡刁空 刁吉他 都不拿出來租 我也不怕 不怕你打這些稅 那是懲罰 我說 如果每個人一事同仁 五千的時候 這樣而已 但這些稅收 其實我覺得這樣 這麼狼死 其實稅收 不同的情況下 可以去想辦法 去搞一搞地產 有些人拿來炒 怎樣去制住拿來炒 很簡單 我畫了所有樓 某一部分的樓 都是拿來真的給別人住 不是給你拿來炒 不是拿來買賣 就是公屋 公屋都要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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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出了租者自其屋 你租了公屋都可以買 但是你買賣的時候 當然要補回地價 那是另一個話題 但是 都依然樓價狼死 你補完地價 依然狼死的情況下 依然可以賣 所以在香港 這麼深層次的問題 我們都要去想辦法解決 就是推多些公屋 或推多這些公營房屋出來 不一定是拿來炒賣 全民都可以 總之有稅交的 我就給你住的 情況下 我相信整個樓市 有另一番的新景象 我們都看到 中央國內的政策 真的完全是有效的 搞到深圳那邊 只要扔500萬 都竟然沒有人買 香港究竟 所以有人說 是不是真的暢淡 你看自己的數據 自己看 人家的 焦焦辣焦焦狠 焦焦一步到位 即時見效 寧丹妙約 就是這些 接下來 林鄭 施政報告也好 或者她們接下來有什麼方案呢 希望她是否朝朝肯 朝朝辣 中央幫忙 出手 要求改善香港的環境 希望接下來 有一個好的消息 令到樓價逐步降溫 今天我自己都覺得 時間都差不多了 好啊 時間差不多了 麻煩梁先生的分析 希望這一步快點到 八運轉九運 個個做業主就開心了 蘇師傅辛苦了 大家就這樣說吧 拜拜 拜拜